大家好,歡迎收看莊子的籃球 胡人訓練營開始了 他們的教練JJ Reddick更加知道 下個賽季會用狗人輪換 到底他是講堅還是講笑的呢? 而JJ Reddick 對著一個球員是十分之看重的 他又是誰呢? 而另一方面,我們都終於出到一位球員 能夠簽的NBA了 今日都會跟大家說說David哥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看看這些新聞 NBA各支球隊的媒體日 昨天都已經開始展開 而訓練營都從今天開始 從部分的片段我們都可以看到 胡言的勒邦占士,Bonnie 和Max Christie一起加練三分投射 而總教練JJ Reddick 在受訪的時候都透露了 球隊最新的雙病情況 他指,除了正在養傷的 Kristen Wood和Vanderbill之外 Kan Reddick都因為出現酸痛 而沒有參加5對5的訓練賽 另外,在休賽期 簽了訓練營合者的Jordan Goodwin 都因為腿筋的傷勢 而將會缺席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另外,JJ Reddick都宣布 胡言新賽季將會主打 九人輪換陣容 而之前,他都已經透露了 下季他們的正選陣容 將會是他們上季勝率最高的陣容 也就是,立邦占士 AD,白村女,D-Lo 和Austin Reeve 在他採訪的時候都提到 Gabe,Vincent,Vanderbill,Jackson Hayes Max Christie,Kan Reddick 他還說自己可能忘記了一個球員 個人認為,這位都會是 他們今年的17號順位新手 Dorton Connect 如果是九人輪換的話 個人認為,除了正選五人之外 由於Vanderbill和Kristen Wood受傷的關係 其餘的四人應該就會是 Gabe,Vincent,Max Christie Kan Reddick和Jackson Hayes 如果Vanderbill和Kristen Wood 復出,他們也有很大機會 能夠取代到Kan Reddick和Jackson Hayes 的位置 但老實說,以一支雙老 又老又多雙的球隊來說 九人輪換實在太少了 一般球隊在常規賽 很多都會採用十人輪換 甚至十二人輪換都有 除非是雙病問題 如果不是,自己主動把輪換陣容 壓縮到九人都是幾為不治的事 何況,胡瑩的深度其實都不錯 比起過去幾個賽季 都算是有所提升 他們更應該採取多人輪換 讓Dorton Connect打多些 亦可以使用雙塔 來讓球隊的變化更大 所以,這次JJ Reddick的決定 個人都不太理解 而除了JJ Reddick的訪問之外 球隊的40歲核生 Lebon James都有接受訪問 他在訪談中 都表示自己還不確定會打哪幾場的季前賽 而他也提到 胡瑩去年的快攻防守都十分差 而這個缺點都會是他們今個賽季的提升重點 他也認為球隊在陣地戰的進攻表現都不錯 是在快攻方面的防守需要有些改善 而同樣地 Lebon James都稱讚了隊中小將Max Christie的表現 並且自己都相信他會成為 胡瑩輪換陣容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而其實Max Christie被人讚 被人期待 在今個優賽期都已經說過不止一次 之前JJ Reddick 已經被指對Max Christie的前景感到興奮 確實 Max Christie今年都只是21歲 都還有很多上升空間 他標準的積極身材 加上無球跑動意識都不錯 並有著不錯的速度單跳 令到他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得分 他也有著不錯的防守潛力 能夠用穩置腳步去追防對手 並用身高被剪去作出干擾 從上規Max Christie的表現來看 他的防守態度都足夠 腳步都算靈活 在對抗性和被掩護方面都有代增強 竟然地 胡瑩都期望Max Christie 成為球隊中的3D球員 成為球隊主力的外圍防守者 加上之前JJ Reddick就說到 會嘗試增加他處理球的機會 都反映出 他們甚至不只當他一位角色球員 更視他為球隊未來重要的一份子 到底他是否真的能夠打出來呢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除了Max Christie之外 其實胡瑩陣中也有一位球員 是被JJ Reddick有所期待的 他就是胡瑩陣上季的正選同位 在季後賽都令人相當失望的Dee Lo 在媒體日說到對自己新賽季表現的期望的時候 Dee Lo也表示自己要為時不時出現不職業的態度 和沒有把球隊放在守衛的心態致歉 並且自己今年都會改變這一點 都會整年保持專注 無論他們是否正在經歷起伏 而Dee Lo也表示 要讓自己在防守端更負責任 他也指自己知道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他指自己需要在防守端贏得教練的信任 並一直堅持做下去 他知道教練都會信任他 一提到球隊的陣容的時候 Dee Lo也表示他覺得很好 他們的陣容保持穩定 他自己的目標也是保持穩定 言下之意 或是他自己都不想被交易走 想陣容繼續維持 而Dee Lo也指經過上季的經歷 他們都已經清楚球隊本身的弱點 並且籃板問題都非常明顯 他們需要解決這一點 還有最後兩分鐘的表現都需要提升 從Dee Lo的說話中 都感覺到他對J.J.Rede的信任 和上初季他與Darfinham的緊張角度不同 據一些媒體報道 上季他也曾經與前教練Darfinham發生衝突 更加一度失去正選的位置 對於心態一般的Dee Lo而言 越多這些球場外的負面信息 對他的表現都會有所影響 因此J.J.Rede的也對他下了不少的嘴頭 書手說 相信一眾胡迷 對Dee Lo都不會再抱有什麼期望 但理性點來看 Dee Lo的進步 確實都是會直接提升胡人的上限 在空位的位置上 他的投射天賦都十分出色 而且他亦是胡人陣中其中一個重要的組織點 當他在線的時候 胡人都可以打出高效的進攻 反之他沒有太的時候 胡人都會打得非常艱辛 而他在採訪中道歉 都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在過去幾個賽季 都成為了球隊未能成功的主要因素 他為自己的心態失衡道歉 都可見他能夠看清自身的問題 都可以看得出 J.J.Rede和Dee Lo的談話都起到了作用 上賽季Dee Lo為胡人出場76場常規賽 場均上場32.7分鐘 能夠得到18分 3.1能板 6.3助攻 在季後出場5場 場均得到14.2分 2.8能板 4.2次助攻 再胡人首輪 被今快4比1淘汰出局 雖然他真的能夠痛定思痛 尋求進步 令到進攻穩定下來 防守不再被人引爆 胡人都有望打出更好的成績 根據托方者隨隊記者桑哈傑的報導 香港本土中鋒 David Walker 將會與球隊簽下一份SW10合約 隨後被釋出加入托方者附屬的GD球隊 David哥在2023年參與GD選手 並在第三項為獲選 其後加入藍網附屬球隊 合共上陣33場 他今年參與NBA選手 但未有獲選 在下季聯賽 就曾經為藍網出戰一場 而他這次的簽約 都成為了香港史上 首位獲得NBA合約的香港籃球員 都真是可喜可賀 雖然David哥是尼日里亞 和英國混血兒 但他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成長 他曾經就讀博富林西島中學 並代表學校出戰本地的學界賽事 早前他都表示正在搞特區護照 希望最快出年 可以代表港隊出戰亞洲杯外圍賽 可見他對香港都是充滿貴屬感 而在2018年中學畢業後 他就去到加拿大運動學院 讀漁科 之後就入讀了美國拉馬大學 為各家學校出戰NCAA 曾經奪得NCAA南部分區最佳防守球員 之後他就開始追逐他的NBA夢的旅程 雖然他現在都23歲 對於NBA的新秀來說 都是屬於比較高齡 作為中鋒 沒有投射能力和自主進攻 只要靠防守 就能夠打入NBA 都是十分困難 現在都是希望他能夠 在低組別的賽事中磨練一下 只要他能夠留在NBA球探 和教練的視線範圍之內 David哥 仍然是有機會打入NBA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一起討論 記得按LIKE 訂閱支持 喜歡的SUPERFAN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